我叫庄伟伟,我是1997年出生的 刚好这一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 所以大家都给我们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 叫回归宝宝 我大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 会用到一些科技新技术 在硕士的时候是学知识技术管理 然后其实主要是说从产品的出行开发 然后到进行一个商业化 然后怎么去拿那些知识产权 技术大学的专业的延伸 然后怎么把我学习到的全部 都是运用在未来可能科技科研方面 这种专业其实就是一个桥梁 就怎么把工程跟商业怎么去混合 你怎么去应用在整个社会 整个商业里面 在近几年特别是在科技的一个发展会比较迅速一点 无论是在科技方面还是文化方面 我依然是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我从小呢就是在香港出生太古 康黎的那边有一所小学 他们是很重视艺术文化的一种培养 音乐活动他们都会弄得非常棒 有很多表演 所以小时候就开始学古增 从小学开始学到大一二的时候 大概是十到十二年左右 学到的第一首曲子是叫做《渝州唱网》 它是讲述在夕阳下 然后渝夫他们拿到一个很丰富的收获 然后回家去享受那种喜悦 从我学古增这么多年 最深刻会最体验得到的是 怎么把音乐应用在生活中 孔子把六地的乐器排在第二 也说到礼跟乐是一个相互相成的关系 把整个人可能就修养 去从内体体现到外的这种感觉 那我除了学习到古增之外呢 老师其实也教我们说 你要先去了解这个曲子的背景 还有故事 你才能弹得好 回归这二十五年来 我也见证了香港人 喜欢中国文化的这些人 就越来越多了 在北京很多历史的那种比喻 我们可以在那边寻找 看到很多不同文化 我第一次去内地实习的一个经验 大一的时候 去了北京的一家商场做云印助理 也会去一些景点 长城非常宏伟 我感觉是很震撼 作为香港青年人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要发挥我们的角色 2020年初的时候 我去了尼泊尔 主要是去当义工 然后尼泊尔也是我们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一个原先的国家 近些年我也看到 中央给我们香港青年人 给予很多支持还有措施 让我们去发展 好朋友刚好也是读物流专业的 通过这个大安区的项目 去到一家企业的物流部门去工作 然后他从中其实体验的会很多 因为他知道国内物流 他们的发展市场也是很大 而且非常有经验 我们香港年轻人应该好好把握这些机会 然后珍惜 我其实也是刚好跟香港一同长大 我的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香港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保持自己的初心积极 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在个人的发展 甚至是在整个社会的发展 也会更上一层楼的 我们下期再见